org 農劉的小吃还是比较品种繁多的 不过发钩在小吃里面 它是最有名的 说到農牛就想農扰发钩 以前都是逢年过后的时候 每家每户做起来招待客人 来做一个性的封锁 来吃这个发糕的 吃进去它有嚼劲 很有弹性 比较绵软一点 在发糕跟浮糕 这个有个谐音 所以它们都比较一个寓意 一个彩头 好彩头 发糕就是选我们本地的梗米 再加上糯米 它的比例一般是3比7 糯米是3 梗米是7 用水浸泡 浸泡完以后 我们把米再水洗一下 再就拿来磨成米浆 要求是米浆 手感磨去没有颗粒卷 就是明显是一个糊卷 要磨得很适腻 磨好了以后 把里面的一些水分压榨干 形成的就是米粉 后面还要加一些糖 油 还有那个米酒 那些辅料 那么等于说 按这个比例 把它调配好 拌好以后 倒入米粉 把它和匀 中叶铺好 再把米粉加入里面 在这个温度 一定把水温做到28 30来度 这样是易发酵 再就是用大火把它一次性蒸熟 大概需要45分钟 再退火 放到那里再待置个5分钟 让它稍微慢慢地自然地慢慢冷一下 因为它红色代表着吉祥 所以说它要用点我们的阳红 卷拌一下 讨个彩头的意思 那时候我跟父亲学的时候十六学 他对我们还是挺严厉的 如果蒸天糕蒸出来不够饱满 他就要骂了 你不能这么不认真地把这个糕今天怎么做的这个样子 辛苦呢我们一直觉得没有什么辛苦 因为我们觉得有这个手艺 有这个生意做非常的开心 因为每天做了卖了 雇得非常的好 我们雇年的时候一天要做五万个 还不够买 我应该做了应该有三十四五年 就是我们以前做这么小 做房这样做做 变成现在的工厂 发糕的厂子我们一般来说能够做三十千万 我们现在很多的农友人在外面工作 他也想吃到这个正宗的农友发糕 最早以前我觉得十几年前 通过邮局会几块钱过来给他寄 都是农友人在外面 他这个从小吃大有这个香醋想吃 他们评价这个是吃的是小时候的味道一样的 跟自己妈妈做的是一样的 为何人煮到那著 我喝太多的 我喝太多了 谢谢大家 还有咱们 我也喝太多了 你객人